日前2021年全国两会正式召开 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正在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从中央层面修改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对此有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 香港回归20多年来 在一国两制实践层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因此因地质疑 与时俱进的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既是合理合法也是非常必须的 从而掌控香港的管治权 所以这一次的政改是十分必须 去停止外国势力继续渗透入香港 夺取香港的管治权 爱国者自感完全符合香港特区的限制秩序 香港的政治制度属于中央视权 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 对香港的选举制度做出适当的调整 加以完善 完全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范围 完全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 不仅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也回应了新型四下一国两制实践的现实需要 马恩国指出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9条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修改香港基本法 而本次修改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只是对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进行完善 并不涉及对香港基本法正文的修改 基本法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央政府 对香港人的一个承诺 所以基本法原文除非是很特殊的情况下 如果不是都是不会修改的 但附件是不同的 基本上附件一是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 根据基本法第45条 香港的行政长官的提名 必须要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去提名的 其实这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是由香港社会各个阶层 不同的人事不同的组织和政界去参与 广泛代表性是会因事制宜的不同的 所以基本上为何要将提名委员会设在附件呢 就是因为附件是可以经常因事制宜的修改 所以其实中央修改的附件 是没有违背对香港人的承诺 吴英鹏表示 香港法律界人士应主动做好爱国者治港的法理解读 为此后的本地立法工作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全国人大做出有关决定 及修改基本法有关附件以后 香港政府应当与时俱进地 修改香港本地的法律 例如行政长官选举条例 立法会条例 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本地法律 以反映和贯彻爱国者治港的法律原则 那么我认为法律界人士呢 也应当做好这个爱国者治港的法理的解读和宣传工作 为本地立法 为这个贯彻中央爱国者治港精神 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